欢迎收看 G-Chan Ultra 近年有不少耳机品牌 投放了不少资源去开发开放式耳机 就像今次要和大家分享的 OneMore Fit S50 同样是一副运动型的开放式耳机 但今次OneMore 再走前多一步 加入了特殊耳环设计 令到声音听起来语别不同 现在就别说太多了 立即和大家一起研究一下 在继续视频之前, 感谢您来收看 希望您可以点赞和分享 如果还未订阅 记得订阅和按下旁边的小铃 一旦有新影片推出, 就会收到通知 先看看外观 冲条是扁扁的, 方圆边的设计 尺寸也有差不多 但仍然可以一手掌握到 盒顶是压印了OneMore Logo 前面有小小颗LED电量提示灯 背面有一个USB Type-C 充电口 盒角有回弹感 揭起来便可稳定卡在盒背上 再来看看耳机 挂耳式设计 耳鞋来自记忆金属丝 可以自由调节弧度 有适量的回弹感 就算用力拉开耳挂 都一样是没问题的 耳挂表面还用了亲肤质感处理 配戴的时候也相当容易 只要勾着耳壳顶 再顺着耳朵滑 就可以稳定地戴着 整个配戴感也很舒服 即使戴上眼镜 都一样是没影响的 留意到S50 加入了定向全声环 扣在耳机发声单元位置 当戴上耳朵的时候 胶环就刚刚好在耳朵的外面 不需要塞进耳朵里面 即使长时间带着都没压力 而且胶环发挥了令到声音更加集中的效果 听起来就没那么松散 可以大大减低扭音的问题 耳机采用Touch Control 控制 触感也算很灵敏 轻轻按摩就可以传达到指令 不过预设的控制 只有Play, Pause 和缴出语音助理 当然可以透过官方的App 设定自己喜欢的手势 另外耳机也提供了离耳侦侦功能 同样可以在App 内设定 当中有三个不同的选项 可以配合个人的需要使用 规格方面 藍牙版本容度5.3 Coder 支援AAC 和SBC 单元方面采用到13.6mm 双持路DLC、类钻石、震膜、动圈单元 防水等级就达到IPX7 基本上带来洗澡也没问题 作用力方面 耳机单切充满电 连续播放时间可以用到11 个小时 配合充电器更可达到38 个小时 来到听到的部分 一以听起来 X50 完全不像开放式耳机 表现相当扎实 而且够聚焦 声音开扬 音场够立体 表达出鲜明利落的感觉 低频有一定的下潜力 中频也有通透 高频细节也可保留 而且人声也够清澈 整体表现以开放式来说 声音可以说相当愉异 值得一提 X50 的APP 提供12个不同EQ 各有不同的风格 听起来又有另一种体验 大家不妨花点时间去玩玩 至于低延迟表现 耳机有提供Low Latent 功能 看电影、播剧 完全可以升画同步 对白都没有脱嘴的问题 通话质素 耳机每边有两个MEMS 收音麦 语音表现又会如何? 现在就带大家到户外做个实测 我到户外和大家做个实测 戴着OneMore Fit S50 今次这款耳机虽然是开放式耳机 但它因为加入耳环的关系 令它听的时候非常集中 不像一般开放式耳机那么松散 我自己觉得体验非常有惊喜 另外每边耳机有两个MEMS 麦 通话表现应该挺不错的 所以跟大家出来试试 身边仍然有很多车 很多人和班车都是经过的 还有风声 不知大家听出来的语音质素是如何? 我会认识暂时到这里 再来回总结 S50 拥有非常舒适的佩戴感 就算不做运动 平日带着来听歌都一样合用 至于声音表现 虽然我暂时试过这么多款开放式耳机 最有惊喜的一对 整体表现都是扎实不松散 声音开扬,音场足够立体 而且比一般开放式耳机 听起来更加集中 好像用入耳式耳机一样 听歌的表现真的挺不错 S50 现时售价是$999 如果你有用开放式耳机的话 这次One More Fit S50 一定要试试 最后提提大家 One More 亦推出一个低一级型号 叫做S30 采用了14.2mm 类钻石振膜动圈单元 可以强化低频的表现 声音表现一点都不差 不过耳机未加入全声环 听起来声音有点松散 但胜在价钱抵玩 只是卖$499 元 如果预算有限的朋友 亦可考虑One More Fit S30 今次的评测评测到此 喜欢影片的话 记得点赞,有问题留言 如果你觉得我的频道帮助你 记得订阅和分享影片 我们下支影片 看看什么新的耳机产品 再和大家分享 下支影片再说 拜拜 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